哈喽大家好我是起冲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个新闻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这新闻就是马来西亚政府的MCMC 向所有的通讯商发出指示 要在9月30号之前 一起配合封锁所有的有害网站 然后这个新闻一出来 我看到网上有一些人 在带风向 这些国盟马化枪手在带风向 就说哎呀没有天理 这个政府要打压我们言论自由 要封锁完我们马来西亚所有的网站 然后以后我们就好像中国这样 Google也上不到 Facebook也上不到 什么网上的东西全部都上不到了 以后你的Internet是多余的 你的手机可以丢掉的了 去拿回Nokia 3310来用 没有用的了 以后马来西亚人上不到网了了 OK我们的政府还已经回到那种 古代的世界恐龙的时代 不让人上网了了 大概就往这个方向去讲了 有时候听到也是很好笑 OK OK 所以我不排除了 可能有一些薪水比较轻的人 还真的听听一下就觉得是咯 我的手机又拿去丢掉了 我还去换Nokia 310回来用了 你的手机上网也没有用了吗 马来西亚以后上不到网了吗 是不是 OK 好 所以我在这里呢 每次讲到这类课题呢 我就觉得很好笑 包括最近这个通讯部呢 他要这一些社交媒体平台 要拿这个执照才可以在马来西亚营业 OK 然后也是给人家想成这个方向 就是以后我们马来西亚人 要搞一个YouTube 要搞一个WhatsApp 要搞一个Facebook 每个都要去申请一张执照 我执照费又不知道多少多少 这些全部都是被有心人 台风向了 OK 实际上是那个是Facebook YouTube WhatsApp的老板要烦恼的事情 我们身为使用者 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OK 然后呢 每次相关的这种新闻 就会被人家想去另外一个方向 就是政府要来打压我们的言论自由 我觉得很好笑一下 因为政府每天都在那边说 我们要打压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网络诈骗 第二件事情就是那些色情网站 你可以看到政府每天都在讲这两样东西 社情网站 还有这个网络诈骗 还有一个网上赌博 网上赌博跟网络诈骗没有什么两样 政府从来没有讲过我们要打压言论自由的 但是呢 人们想的时候呢 从来没有想过网络诈骗 也没有想过这个色情网站 也没有想过这个赌博网站 就一直在那边想 哦 言论自由啊 我们的言论自由完蛋了 OK 就这两个极端 其实蛮好笑的 政府讲政府的话 人民想人民想的东西 两边是没有交际的 OK 数据会说话了 我们讲环境人这个新闻 这个新闻就是 这个政府只是所有的通讯公司 必须要配合 然后呢 一起封锁马来西亚的有害网站 当马来西亚人民看到 这一个新闻的时候 再加上那些国民马化枪手的带风向之下 很多人会认为 哦 像马来西亚以后上不到网了咯 我们的手机可以丢掉了 换3310回来咯 OK 很多人会想到这个方向 然后就在那边靠回高步咯 OK 然后呢 实际上 它真正的操作 如我刚才所说的 政府每天讲来讲去都是 我们要打击网络杀骗 我们要打击社情网站 没有人有兴趣去弄你的言论自由 你还是照样可以用你的Facebook YouTube WhatsApp OK 所以我还是说数据会说话 我们进去这个新闻 我们看一下 我现在照念这个新闻吧 OK 从2022年1月1号 到2024年8月1号 也就是现在 一共有10423个网站 因为违反法律而被封锁 OK 在这辈 这评的网站总数中 95.7% 属于以下5类 线上赌博 4484个 色情 3271个 侵犯版权 1654个 网络投资诈骗 316个 网络性卖淫 249个 这5类网站 占据了95.7% 完完全全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三个元素 网络诈骗 赌博 色情 有言论自由吗 没有 政府没有这样的空去管理言论自由 马来西亚有3400万个人 有上网的人也差不多去了绝大多数了 每一个都去抓你 在网上讲了什么话 OK 数据回首话 数据告诉你 政府封锁的网上全部都是色情 赌博 诈骗 没有人有兴趣去管你们的言论自由 所以我在这里 我再一次的说 大家担心的是言论自由 那些国门卯华相守 也带风向说 你们的言论自由完了 但是 现在 政府 他数据给你看了 我们打来打去的都是 诈骗 色情 赌博 OK 你们到底要往哪一个方向去想 OK 你们再想一下 你们从今往后还上不上得到网 我跟你打包票 上网肯定上得到 你们也可以继续看到我的YouTube 但是 赌博 色情 诈骗的网站就没有了 所以 既然当那边的人 就要寂寞一点了 OK 所以他们反政府不是没有理由 OK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 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